张华县政府14日上午在县立体育馆 举办109年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成果展 以社区引法动刺动 乐龄生活上健康为主题 现场共有1100多名社区长辈一同参与 在舞台上绽放出热情活力与自信 县长王惠美期望能打造幸福宜居 长寿健康好城市 我们中华县政府一定努力临近 在那要怎么让我们中华在社区 就有法度受到最好的照顾 有法度最好的健康就在社区来 那感谢我们社区的所有理事 因为我们社区的中华县 导致很用心的 我们过去 我们这个关怀据点这一天出头点而已 在我们经过一年外来的努力 我们现在在社区的中华县有673个顶 是我们的关怀据点 我们也希望大家把关怀据点的好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在社区的中华县有589个串例 我们希望每一个串例都有关怀据点 有法度集团来照顾我们的这个中华 今天我看到大家 哇 真好 水灯灯 又串料很多件事 所以今天应该会真正菜对不对 对 那今天精彩的展览也有21个 那另外的话我们平时长辈呢 在据点里面参加的很多的巧思创意 然后设计很多好玩的闯观DIY 我们直接都看好啊 也希望大家互相关闻 好的我们跟早上的社区 提供给我们的中华 更多的这个课程 我们大家都很欢迎 整天都说上 所以就不能说这样 政府有得正照顾这个老人 老人大家都很欢迎 所以我们都所产所团 大家都平生成这样 所以我们的心情都很好 大家要带着的人的心情都很欢迎 都觉得我们这么老 还有法度做 世界太绝了 让从青春骄傲的表情 梦境从新开始 灿烂新天地美丽高兴起 未来的路等我展示告别 何时 活动开场由去年冠军队伍 深港湘西里社区的长辈 带来热情活力的精彩表演 揭开序幕 现场还有社区静态展览 展现长辈平日在据点 参与活动的巧思与创意 王县长希望能借由活动 让各社区互相观摩 让课程更加丰富多元 现明可以无忧地在地老化 打造健康的幸福城市 公益频道由秀珍彰化采访报导